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彭明先生见过几次面 他早点过来后 就专门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谈他的这个计划 邀请我加入他们发起的连忙当运动 当时我是很钦佩大德 但是由于具体细节上的一些想法还是不完全一致 所以当时就婉拒了彭敏先生的邀请 但是我今天站在这里 我要说一句就是我们这位彭敏先生 我们的民运界来说还是有很大的欺人 有对不起他的地方 因为我作为一个民运的小基础老前辈是这样子不敢当的 但是前见后应该说我一直是在这个队伍里面参与了很多事情 那么在美国或者在实践范围这个民运界面 真正首先提出要推翻共产党 这个一党专制的 要打倒共产党的 我不回避说 我就主要是三个人在前面的 一个是王兵章先生 一个是彭敏先生 还有一个就是毕人 这个是很多历史的可以证明这一点 但是我很惭愧的就是另外两位坚决主张打倒共产党的人 都已经在共产党的监狱 那彭敏先生呢 牺牲了 这是我所认为 他是我们民运的第一的历史 真正意义上的历史 所以呢 我呢现在在这里呢 又要对彭敏先生的这个知识呢 表示非常非常深刻的哀悼 但是 这是令我更加觉得心里难受的 并不是还不光光是这一件事 因为生死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进步 对吧 但是 彭敏先生是在监狱里面死去的 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剧 现在知道现在为止 我们还不知道他到底是被女死呢 还是他自然的死亡 我是很很大程度上怀疑 这是共产党对他的历史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知道 王文达先生也不明不白的死掉了 那么以前的张文堡先生呢 还有一些李志炫先生呢 都是死得很蹊跷 那么彭敏先生这个事实呢 共产党有最基本的义务 要交代他的事情 因为他是被关押者里面 在监狱里面死掉的 从法律的意义上说 政府关押他的人 应该交代他为什么会死 这个是最起码的人道的一个要求 所以刚才那个家属这个声明 我是坚决的支持的 我这里要讲一个 应该说是体外的话了 因为我这个时候觉得 不得不得今天讲 因为我非常愤怒地看到 那王羞世先生 最近发出了一个东西 他在网上就是说 要大家不要来纪念 悼念这个彭敏 而且他说好像 悼念这个彭敏就是犯了什么罚 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奇怪 这个王羞世先生一直是 在我心里不管他讲多少观点上的 一些期待怪论 我是多包容的心态 认为这是民意当中的一个声音来对待 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 他已经采过做人的底细了 一个人被共产党冠在监狱里死掉了 是我们的一个战友 是为我们民意注册很大贡献的一个人 他可能在生前有这个事情 那个事情跟我们不完全一致的看法 或者你不能认同他 这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正常的事情 但是一个人在死了以后 你对他这样大肆的污蔑 说他犯了这个罪 那个罪 而且他举处的这些事情 都是共产党有的比判决树里面还要严重 说他做了这个坏事 那个坏事 这个呢 我在这里要非常严肃地 告诉王先生先生 你这样做事 有备你中国人为人的道德 我们不容许你这样做 我属于呢 有个提议就是 我们民意界的 对这个彭毅先生 是整面的纪念太多同志 应该联合节发表一个 发表一个东西 发表一个声明 对王熙的这样有无耻的行为呢 要进行公开的谴责 不能让他这样 他完完全全是按照共产党整个要求的这样做 共产党 罢彭敏 一塞在监狱里了 但是共产党心里的很心虚的 非常害怕 因为彭毅先生这个意外的事实 激起反对共产党的 这个法西斯行为的一个浪潮 所以呢 七方百计的要压制 对彭毅先生的记念 所以这个王熙之他走在最前面 冲在最前面 成为共产党的一个传声筒 这是我们民意的一个悲剧 所以我这里呢 要顺便借这个机会呢 要对他表示最强烈的抗议 谢谢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